大家好,我是李田硕 今天我带大家来到旺江楼公园 为大家讲述历史上财女薛涛一生的传奇故事 竹林隔开城市的喧嚣 蜀都名媛旺江楼公园 宛如薛涛爵士的秀美财女气质 薛涛一生命运坎坷 多次被爱人抛弃 但最后还是逆袭成了一名女企业家 我们边走边说 薛涛属中四大财女之一 八岁开始写诗 十四岁跟随父亲来到了成都 很可惜父亲第二年就因功殉职了 少年尚赴 让十六岁的薛涛为了生计 被迫成为一名歌迹 服务于达官贵人和各类富有名气的风流才子 薛涛长得漂亮 气质佳 通英律善师傅 很快就在业界混得风声水起 成为娱乐圈的顶级花旦 很多达官贵人纷纷地去拜访他 薛涛也迎来了人生的情窦初开 但他情场历经坎坷 两次被爱人伪高 原整所抛弃 讲到这里不得不提 让薛涛逆袭成商场女强人的薛涛剑 话说薛涛与第二届爱人原整 两敌分居后常用书信交流 才子才女之间的交流 非常人间的废话连篇 而是浓缩成诗词 红艳传书即情思 因此薛涛将纸 裁成非常精致的小章 用幻花系的水 木芙蓉的树皮做纸料 芙蓉花枝做染料 将小纸片染成粉红色 带着淡淡花香的粉红色情书 顿时变得浪漫起来 后来衍生为十种颜色 这好比当今的诗人定制 逐渐薛涛是一位 多么会制造浪漫和用心的才女 薛涛剑的发明 在我国制剑发展史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后来还是被爱人抛弃 经过两次的情场失忆 人间清醒后的薛涛 脱去了心爱的红裙 换上了灰色的道袍 成为一名赵纸业的女强人 傍晚 新九眼桥在灯光的映尘下 格外清秀 微风拂面 感觉好惬意 薛涛的故事告诉我们女性 即使多才多艺的 才情满满的秀美女子 也会靠山山会倒 靠人人会跑 女人只有自己强大了 才是人生最大的赢家 您赞同吗